集体处方熔断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 我们跌为负货 非常坏 我认为人类的我们 是不可以阻挡的 不非因为 这点小小的病毒 就把我们打垮 抵抄之年 困难之年 往往是投资之年 就是智慧在传统里面 智慧在你 所有的一个人 核心问题是你 努力到人类物一了 核协中华 雨露滋润 核肥贵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今节目 找老师选错了 就上九方之头 大家好是李婷 继昨天的市场大幅调整之后 今天杀跌的动能有所减弱 多空短暂平衡过后 市场会如何来选择方向呢 一级报道窗口临近 哪些行业近期会有投资机会呢 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 您可以关注 谈古论今的微信公众号 发表留言 参与节目互动 您如果想登台亮相 发表真知灼见 可在谈古论今官方微信 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稍后会有小便联系您 好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你好 袁建新你好 今天市场我们可以看到 比较明显的是数量震荡 那么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开启了一个 迂回向上的一个走势 我想我们很多投资者 在今天看盘的一个过程当中 似乎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一点 今天的一个特点是数量 今天的一个成交量量 两次相加只有七千多亿 很明显这个成交量又到了一个比较低量的水平 但是数量以后 今天的一个市场还有一个特点 我们尽管看到总体成交量是数量的 但是北向资金却是流露的一个速度不减 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北向资金又一次扮演了 这个相应的一个角色给市场的一个信号是比较强劲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恐怕要有反弹 那么此外呢 还有一点从盘面的一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今天也是迂回的一个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我们最近经常给大家看的小盘指数 叠加大盘指数的一个盘中的一个走势图 那么这张呢就是小盘叠加大盘的一个分次的一个走势 那很明显上午第一段的时候呢 两者应该说是差不多的一个上升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盘的一个指数 震荡幅度比较大 那延续着这样的一个震荡呢 到了10点钟的时候呢 开始出现一个分化 小盘象征性的往下 但是大盘呢 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 但回落之后的 迂回曲折的一个特征就看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大盘反弹的一个速度相当快 非常接近这个小盘股指数的说呢 脚又软了 为什么脚软呢 说亮呀 那大盘股指数如果没有成交量一个放大的话 能不能这个甩开小票 在目前这位置还确实 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答案是超不过去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又看到迂回的一个特征又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大盘股指数呢 沉了一下以后啊 跌不动 跌不动以后呢 是慢慢向上 而小票的一个指数呢 应该说上的更为坚决一些 所以从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么一个特征 今天尽管说亮 但是大小票齐飞 那么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那我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结论了 什么结论 那就是今天在这个市场当中 抛盘几乎没有 才会造成在说亮的一个背景之下 也能够上一个台阶 是不是这个 如果说在这位置抛压要是重的话 靠这点成交量 你还想涨 不跌已经是很好的了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今天的一个大盘上涨 是因为今天权重股 白马股 蓝筹股没有抛盘 这是第一点啊 再来看一下今天北向资金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北向资金 毫无疑问啊 是扮演了一个给市场信心的一个角色 全天流入了55个亿 北向资金应该说还是比较的一个猛烈啊 同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深股通的一个资金 占到了其中的60% 达到了33个亿 护股通呢 是剩下的啊 百分之40%啊 21个亿啊 那么这同时也就反映出为什么啊 护股通的一些权重股啊 今天呢 只能够轮番表演 不能够同时上演 往上攻的一个角色 这是北向的一个情况 再来看一下南下 今天南下也算不错啊 有52个亿的南下啊 那么达到了52个亿啊 比例呢 比例呢也跟北向的一个资金呢差不多啊 也是港股通深圳方向呢是32个亿啊 而港股通户子户股方向是20个亿 来看看板块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板块呢 其实上下午是不同的 上午呢 主要是以电为主啊 包括垃圾发电啊 生物发电啊 以及一些电网类的一些股票 那么今天呢 是上午是涨势如虹啊 到了下午呢 基本上是高位盘整 到了下午呢 像房屋租赁 啊 住宿餐饮 那么还有其他的 包括像这个航空啊 这一类后疫情板块 那么今天呢 表现比较的一个充分 那么另外呢 最后涨幅榜上呢 还有甘肃和设计咨询 这两个板块 那总体上呢 今天前五位的一个涨幅啊 都是在3.5%以上 但是都没有超过4% 也反映出市场比较温和的一个状态啊 下跌前列的呢 像第三代半导体生化甲 我们可以看到呢 有百分之 约7%的一个下降啊 淡化甲呢 也有3.15% 另外医用耗材 ML1迪啊 稀图永磁啊 有2%左右的一个下跌啊 来看看权重的啊 一个表现 先看一下科创版 前世大权重的一个表现 4加上涨 6加下跌 上涨的4加当中呢 是以石头科技啊 是涨幅最大啊 达到了3.61% 而前面的啊 像中兴国际啊 这个盘子还比较大啊 今天呢 是下跌的 这也造成了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 科创50指数啊 最后只有它是下跌的啊 另外7个指数呢 都是上涨 来看一下创业版 创业版呢 最后只有2加啊 前世大当中 只有2加是下跌的 1加呢 是东方财富啊 代表券商是下跌的 其余都是上涨 涨幅比较大的呢 是三加 一加呢 宁德时代啊 一为理能 这是同一个板块的 还有泰格医疗啊 都是涨幅超过3%的 看看主板啊 主板今天应该还不错啊 是三加下跌 一加平盘啊 然后六加是上涨的 那尤其是像茅台啊 工商银行 这些呢 是体量比较大啊 那么今天呢 还有啊 百分之一 或者是百分之一以上的一个上涨 这是主板 再看一看中小板的前十大权重啊 那今天中小板的前十大权重呢 七加涨 三加是下跌的 那么其中呢 像比亚迪啊 我们看到呢 又和海康卫视啊 是换了个个啊 比亚迪呢 又来到了第一位啊 那么比亚迪呢 刚刚才的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创业板的两家啊 权重股呢 也是啊 是同一个啊 新联系车板块当中的啊 比较重要的一员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在请出两位嘉宾之前呢 先跟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啊 咱们有看头呢 已经全新升级为有看头家了啊 下载有看头家呢 让投资者呢 可以投资大有看头啊 新版的APP呢 包罗大咖 情牛秘籍和使用看盘的一个神器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抓紧下载正版有看头家APP 有看头家 祝您牛年投资顺利啊 回到场内 我们先来请出两位嘉宾 一位呢 是盛蕾啊 另外一位是缺广敏啊 说到广敏呢 我想起来啊 有看头家上呢 广敏也有 他的一个观点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今天他的一个观点是 短期股指呢 将会挑战3460点啊 那么此外呢 还有像徐世荣 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 提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 股指已经起晚了 小幅震荡 碳中和概念板块呢 涨幅居前 那上午在8点30分盘前啊 老元的一个观点是 关注碳中和概念下的 电网概念啊 那么这是 先引出一下啊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两位啊 两位嘉宾呢 先来回答老元 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啊 那今天的市场是 再度的一个设断 阶段底部是不是成立了 盛蕾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还是比较谨慎的啊 我觉得目前市场的止跌 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这样的一个积累 大盘还在那个 寻底筑底的过程当中 嗯 确实啊 在市场变化比较多的一个背景之下 谨慎是有好处的啊 我记得之前盛蕾来的时候啊 以前冲顶的时候也是很谨慎啊 那现在呢 看来是尝到甜头 那么现在在这个过程啊 产生一个比较继续一个 谨慎的一个看法啊 待会我们要请他跟我展开来聊聊 为什么谨慎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广敏啊 广敏对这个问题 刚才我们已经看了 你对指数认为会去挑战 3460点 那按照你的这个看法 是不是认为这里就是底部了 我认为底部基本已经确立 因为从各大指数的情况来看 其实目前的 于期谈现在的指数见不见底 可以说是 是不是大盘股见底 其实小盘股早就已经见底了 所以说从目前来看 大盘股基本上 第一阶段已经调整到位 我觉得底部确立的概率 会非常大一点 确实啊 所以广敏呢 一句话呢 把最近市场的一个 本质的一个问题点名了 近期的一个市场 你要说不稳的话 那就是大盘 蓝筹白马 抱团那个品种 不太稳的 对吧 小盘 好像我们看 小盘指数是非常稳定的 在一点一点的一个上升 那这样我们从广敏这边 开始来跟我们展开聊一聊 对整个市场的一个看法 来 好的 那么首先请老元 切到我今天带来的 第一张PPT 从整个的市场结构来看 我们看到 小盘股指数 基本上是在春节之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基本上已经开始起到了 一个拉伸段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第一张图 我们看到 整个的这个春节过后 拉伸段之后 是走了一个 V反的一个状态 当时在节前 也是提过这个 这样一个观点 很可能走一个 V反的一个走势 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 它已经是远远跟护制 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 已经回踩了颈线位 而且最近几天的话 是连续的一个上扬 已经逼近之前的一个高点了 就是说底部在不断的 抬高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第一张图 那么第二张图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盘股 叠加大盘股的一个 这个K线图 那么从这个K线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明显的一个 反向的一个走势 那么也就是说 大盘见顶的那天 正好是小盘股见底 开始拉伸的一个段 所以说 如果说谈现在的大盘 是不是见底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 看大盘股是不是见底 而不是说 整个的市场是不是见底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 这张图来看 其实之前我们看到 一月份开始 两者是之前是趋同的 到了一月份之后开始 开口喇叭口的一个 张口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呢 又是一个 接近收敛趋同的一个情况 那我个人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就是大盘股可能 还会有一定的 小幅调整的一个状态 但是目前面临接轨的 一个情况下 很有可能 即便在大盘股 尤其是爆团股 我们说 之前的爆团股 是连续的单边下跌 30%已经跌掉了 那么后面 以这个2020年的 当时的一个 年初的一个情况 推断的话 其实当时也有科技 科技的这个爆团的一个下跌 其实我们发现 组跌段 在30%跌完之后 后面虽然说 还有10%的下跌 但是它对上证指数的影响 是边际减弱的 这个大家可以回看一下 当时科技龙头 下跌的情况 对上证指数的影响 那么由此可以判断 就是后面的 这个爆团百码 如果还有10%的下跌的话 我们假设 那么后期可能被中小票的上涨 所抵消 甚至还有余量 那么这样的意味着 股指可能已经走 开始走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格局 所以说我觉得后期应该是 指数的下跌空间 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 那么面对之前的上一周产生的低点 我可能认为它是一个 已经是一个最低点 或者说最多情况下 它是一个次低点 就是说现在在构筑第二只脚 破与不破的附近 所以说这是从指数大的一个方向的判断 另外一个我们从盘面上 也可以看到一些信号 就是说之前我们在春节以前 我们看到的是指数不断的上涨 板块很多板块涨幅都是非常大 但是我们看到板块当中的中位数 都是上涨的幅度非常小 甚至还是跌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正好又是一个反过来的情况 我们比如说像昨天 昨天的这个划签板块 还有一些其他的板块 尤其是划签我们看了一下 指数跌了4% 但是下跌股票当中中位数 反而是涨的 也就是说只有极个别的 带动划签板块的权重股 出现了大幅下跌 反而其他的股票 都是一个逆势上涨的状态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就是这个大小的这种风格的切换 是非常明显 所以说从盘面上来看 我认为后期指数的话 第一个是指数下跌空间有限 第二个就是即便说有所下跌的话 其实还是中小票偏强的一个格局 这是我的看法 应该说光明得出这个结论 也是非常的一个干脆 那光明顺着你的这个思路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拿你最后一张小盘股 叠加大盘股的一个指数来看 那应该说从这里开始 这个跟小票 大盘和小票的一个指数 完全基本上是倒影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说在这位置 我们说在这位置 大盘确实已经见底了 那么它可能后世 就开始一个震荡上行的一个结构 那如果它开启一个震荡上行的话 那小票这一段上涨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下行的一个可能呢 我认为下行的空间可能不大 因为小票的话整体来说 这是代表最小的一批股票 它基本上是走得最强 那么尤其是在前两天 回踩了颈限位之后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 可能会有回调 但是再回踩颈限位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是从中正一千指数 它其实也是一个小盘股指数 那么它面临这个双底结构的一个形成 那么后期的话 如果再往下跌 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 今天的话也是 那个一阳吞两阴的一个结构 所以说我认为它是 现在的结构是以这个小票带动 然后带动一批 这个就是第二梯队的小票 共同上涨 那么等整个的大盘股指数调整到位之后 我觉得大概是共振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如果大盘真正的见底 那么市场可能 我认为就是中央线拉出去了 那如果说大盘股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五浪调整也好 那么这样的情况如果说出现的话 那么我认为中小票会顶上 那么这样的话是会使得指数 是一个缓步推升或者横盘的一个状态 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好 谢谢广敏 对于后续行情的一个翻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 请出偏谨慎的胜蕾 来听听胜蕾 在目前的一个市场当中 你来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你还是要偏谨慎 来 我觉得不是现在偏谨慎 知道 上次来的时候 你在高位 谨慎对你来说 确实是尝到了一个甜头 来 继续 那有可能我现在是偏谨慎 有可能对全年有可能会偏谨慎 全年都有可能 对 那为什么这么说 那个几个观点 第一个 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带过过来一张图 那个时候我是关注A50 A50其实有一个两根线 两根线 那其实如果说那天 其实来做节目的时候 其实是阳包音的 是一个阳包音的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很可惜 阳包音好了以后的话 第二天开始 其实开始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 那么为什么去关注这样A50 那我觉得A50其实整个是一个先行指标 那么目前为止 其实跌到了第二根的支撑位 那么目前为止 如果说后势 如果说不跌破 最近的它之前的下影线的位置的话 那有可能开始做筑底 巡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如果说把那个之前的一个下影线的地方 如果说再跌破的话 那有可能我觉得还会创新低 那我有可能我们的A股还会创新低 那这是很明确啊 我觉得啊 因为之前在那个有看头的点睛的 我也跟大家一起做互动 其实里面也经常贴一些图片出来 那大家可以做一些那个回顾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那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如果说是底的话 那其实不是因为一天的一个低点打出来 好了以后啊 就说这个是个底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要是一个底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 那为什么说时间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去看那个第二张图 那个去年的时候 三月份 去年三月份也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下跌 但是快速的下跌好了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发现有那个小阴小阳小阴小阳的一个底部的一个抬高 但是始终没有跌破前期的一个下影线的地方 所以说那个时候 六十分钟线的话 基本上有一个一个台阶的一个小箱体 对 我记得很清楚 你带来过有四个小箱体 那如果说目前为止 其实时间窗口也好 还是那个技术图形也好 我觉得可以大家参考一下 那如果说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出现快速的一根中阳线的话 其实市场当中很容易引起抛盘 那为什么说很容易引起抛盘 其实这些资金其实都是短线博弈的资金 而不是中长线做稳定收益的这部分资金 那么这意味着短期的这部分博弈的资金 有获利就跑 所以说市场里面的这部分资金 有可能很浮躁 那真正的一波大的行情 或者是说一波中级行情来的话 其实这里面的资金 其实都很平静的去做一波大行情 那么所以说 这个是一个图形上面 那另外一个的话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时间窗口 那时间窗口其实大家都知道 那个三月底四月初的话 其实对一大批的个股开始有了一个年报 还有一季报 那么特别是我们最近的 所谓的那些白马蓝筹 某某某某们 那个调整的比较多 那如果说那个时候 一季报年报出来好了以后 其实是能够揭晓这部分的股价 到底是有泡沫 还是在价值回归 还是被低估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整个市场里面 所以你要去对照一下 对 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去 好好的去挖掘一下 到底去挖掘一些低估的品质 那居然前面说到 有一部分的小盘股在反弹 之前因为从七八月份 开始一直处于下跌 那我觉得还不如把那部分 特别是三季报业绩比较差的 我相信半年报比较差 三季报比较差 那有可能全年的这个年报 有可能也不是特别好的 反弹的时候 我觉得还不如做一个 调仓换骨的这样一个操作 那有可能是这个时间点 我是觉得是比较恰当的 确实刚才咱们盛蕾 谈到了几点 我觉得我也是挺有感悟的 那几点呢 第一点他用了一个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 浮躁 他在谈到目前的一个中央线的一个时候 他用了这么一个词 市场目前情况下 有很多投资者比较浮躁 这种如果出现中央线的话 其实就是浮躁的一个反应 是做短线的一个资金所为 而前面把2020年的 这一段 这个慢慢上升的一个走势拿出来 就是想说明当时市场没有浮躁 没有浮躁呢 很多投资者在这个里面 是憋着一股进香 做一把大的 做一把大的一个波段 那么这种行情才是未来 值得我们要关注的 同时他又提到了一点 现在的一个时间点 是什么 是年报和季报 都是其中公布的一个时间点 马上就要到了 现在已经3月16号了 4月份呢 几乎每天有几十家上百家的 这个年报和这个季报的一个同时公布 所以你已经到了这个时段 你还不对照一下 来看一看我们这些手上的一个股票 或者相中的这些股票 到底有没有投资价值 我觉得这是非常冷静的一个说法 所以刚才的一个谨慎 从他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观点当中 就可以看出来谨慎 有谨慎的一个道理 好 这个不谈 我们接下来呢 要请出场外嘉宾 在请出场外嘉宾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们在我们的有看头加上 是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葛建宇认为 震荡片反弹 继续看3450点附近的一个支撑 以及3520点附近的一个压力 关注民生大消费概念 电影民认为 创业板低位运现 等待嘉仓的一个信号出现 此外呢 王立华认为 快速中英回撤 反弹结构依然 创指累积回撤900点的 进入了一个背离的一个构造 接下来我们先请出葛建宇 来听听葛建宇的想法 来有请 今天市场指数做日内区间震荡 短期关注上证指数 3450附近的参考支撑 和3520附近的参考压力 如果收回暂稳3520 就将重回3520到3650的震荡区域内 我现在关注重点有金融 民生大消费 高端制造 及节能环保等 操作状况是 偏重仓持股 等待高抛 好谢谢葛建宇的一个分析 我们在请出两位嘉宾之前 先送出一个福利 下载九方字头APP 02021年投资白皮书 这里有5G投资图谱 新能源配置主线 还有军工年度策略 投资白皮书 聚焦5G新能源军工 三大黄金赛道 深度剖析 各产业链优质机会 祝您在2021年 把握行业趋势 好的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我们先请出缺广敏 来听听广敏 线下你是什么样的 一个操作思路 来有请 最近的话是关注 建筑板块当中的 简格阵行业 谈两点 第一个是从大的板块来说 最近的板块 基本上都是 处于低位的板块 由前期的像煤炭有色 包括现在的环保和建筑 都是处在2020年没有涨过 2021年的一个 刚刚从低位启动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这一批板块 可能后续是 今年的市场的一个主线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是建筑行业的 当中的这个简格阵行业 又具有碳中和的 这样一个概念属性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建筑行业 现在是占全国 总的碳排放量的40% 那么这个碳排放量40% 主要是根据它的生产的段 而来推算出的 它的一个碳排放的量 那么因为它建筑行业 主要用到的是钢铁和水泥 这样的建筑建材行业 那么这些行业 它又是一个高能耗 高排放的一个行业 那么这个尤其是 这个简格阵行业 它是对这些用材的话 有一个减少或者说一个提升的作用 那么使得目前像钢铁水泥 它现在大概是用量会减少到30%到40%的一个用量 那么这对整个的排放是有一个大大的减少 那么另外一个是从现在的实际应用来看 现在包括央视新闻也有报道 现在的一些机场已经开始使用 这种减格阵的一些行业的一个材料 那么像一些支柱啊底柱啊 都是用在建筑行业 现在已经开始向这个整个的行业去渗透 那么因此呢 对整个的碳排放量 有一个大幅的一个减少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我觉得后期 像减格阵行业当中的一些行业的龙头 包括一些这个主营收入比较高的一些上市公司 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刺激作用 是这样 好啊 减格阵行业啊 就是减正格阵在建筑上的一个应用 那么这个呢 我也没有想到啊 也是可以跟碳中和碳减排啊 是可以联系起来看啊 那么刚才广民也说了啊 这个未来在减格阵行业当中 水泥啊钢铁的一个用量啊会减少 这就是轻量化嘛 轻量化了以后呢 减正格阵的一个效率会更高 好 那么说完这个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有看头 加上我们一些嘉宾啊 做的这个景囊的一个情况啊 先看一下是江崎的啊 认为反弹会延续 等待信号啊 目前他的一个多英字一号啊 关注的是农产品和券商 是满仓啊 另外呢多英字二号也是一个满仓的一个水平 影视传媒和民用航空啊 你可以看到今天民用航空 今天是涨得不错的啊 总收益呢也达到了150% 再看下一位杨成斌的一个情况啊 成斌呢两个目前都是半仓左右的一个仓位 关注的板块是一致的啊 是西图有色和新人员啊 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胜蕾了啊 那胜蕾在目前比较偏谨慎的一个情况下啊 那接下来你的操作思路是什么呢 就前面因为说比较偏谨慎嘛 所以说我还是会选择那个防疫性板块 那个金融板块的银行股 因为最近两天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那个银行股其实还蛮抗跌 甚至是一些城商行的话 其实还会出现了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弹的新高 那这个的话其实和那个港股里面的一些银行股 我发现有还是有一些那个联动作用 那么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 其实我们最近看到那个财经媒体啊 经常说啊那个白马股为什么下跌 是因为估值高了 那为什么因为估值高了 是因为他们的那个估值方法 有可能是用了那个DCF的那个估值法 那么还和那个美债有关系 那么今天借这个机会的话 那个我给大家那个扫盲 什么叫那个DCF估值法 那其实所有的价格资产其实都可以用未来的一个现金流 折算到现在的那个限值 那么就适用于 对 适用全部的所有的一个资产的估值 那么其实有可能我们所经常听到什么 PE啊PB的这些估算方法 那么其实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估算方法呢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美债其实一直在 不断在往上冲 差一个问题 这个DCF的一个估值法 对哪些股票更有利 对哪些股票不太有利 这能说一下 特别不有利的 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那个科技管块 科技管块 特别是那个港股里面科技股 我们的一些科技股 稍微一点反弹马上就被砸下去了 那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其实前面说到 它是对资产的一个估值 所以说我们看到 就特别股价特别高的那部分 特别是暴谈的 我们市场里面暴谈的 未来它这个现金是看得清楚的 可以折现到现在的 那些股票是更有利 对 所以说这个的话呢 就是因为最近那个年报 一季报 那有可能要披露了 所以说这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还要关注 就之前的话 我选个股的话 有可能会去看一下那毛利率 或者去看一下那个净资产税率 那有可能 这个估值来了好了以后 我会更加看一下那个 它的一个现金流 那么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为什么美债会对 特别是一些估值 股票的一些估值影响那么大 其实我们看到 其实有一张图 我们看一下那个美国十年期国债的 这样的一个收益率的一个图 其实特别是在超过1.3以后 它的一个上冲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就是因为它的上冲的速度非常快 其实引发了一个市场的一个猜疑 那么这对无风险的一个利率 那整个市场的一个估值 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在不少的系统当中 其实还有和那个量化一些 那个CTI的一些基金 它是一个转折的位置 那么这样的话 会自动的会触发一些 他们整体里面的一个资产的一个组合 那有可能会去配一些无风险的资产 会把一部分的仓位降下来 那么把这部分仓位降下来 那首先要降的 第一个就是价格高的 估值高的 那把这份仓位称出来 去配这样子的一些 那个无风险的一些资产 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 那个最近的 不管是那个我们的A股 甚至是那个美股里面 估值比较高的 都在下跌 那么我们来怎么来 怎么来判断 就是说未来美债 到底是不是还上涨 或者是说还是会下跌 这个我带来两张图 其实美国时间期的 这样一个国债收益率 我们发现和原油的价格 就是有一大部分 很趋同 对 大部分能够趋同 那么这样子我们看到 那个原油 其实最近的话 其实已经到了那个69 差不多 快要从70了 那么而且整个全球 都有这样的一个 通胀的这样预期在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不仅仅要关心 那从我这角度来说 不仅仅要关心A50 那有可能我还多要关心一下 那个原油的大宗商品 这个市场 那么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那为什么前面说到 为什么我们看到 我们A股里面的一些科技股 甚至是特别是那个 创业版指数 跌得非常的厉害 我们发现 截止到那个两月底 截止到两月底 我们发现那个 创业版指数 它的估值 是在全球主要的指数里面 它是最高的 完了以后 排名第二的 就是那个纳指 所以现阶段来看 美股当中 纳指对的最凶 A股当中 创业版对的最凶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那个 上次来做节目的时候 那个其实我另外提到 一个概念 就是关于 关注一下那个 中正500 因为中正500的话 整个和那个 整个一个市场的话 它其实 是有一个 反向的作用 那么中正500 上次的话 其实说到那个 整个的行业的平均 等等的话 都是比较 分布都比较的平均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那个 大家 在年报和一季报 出来的之前 我们去分析一下 那个上市公司的 那个财务报表 我觉得对我们 以后的选股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从防御的一个角度 现在是看银行 这些金融类的 好 应该说 咱们胜来呢 把它一个谨慎的一个观点 表说完了 现阶段呢 我想确实 谨慎有谨慎的一个好处 晚上至少睡得着觉 今天晚上 如果说你手上 持有的 还是下跌的一个股票 面对3000多个上涨 你晚上肯定睡不着 但是他呢 就可以定定信心 去研究 现在关注这些股票的 年报和季报 这就是谨慎的一个好处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有看头 家来了 要请出姚中原了 那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 今天上涨的股票呢 多达3000多家 只有800多家是下跌的 那这里面是不是 运行的一些机会呢 我们还在 请出姚中原之前呢 我们要先请出 另外一位场外嘉宾 刘军 听听刘军对于行情 是如何来看待的 有请刘军 目前呢 这个指数呢 处于一个超跌之后的 这个反弹的过程 那么上证综合指数呢 也是在反弹过程当中 上方的压力呢 在3470点附近 那么看到 其实指数调整压力呢 来自于前期的报团品种 这一顿品种 虽然说短期的 超跌比较严重 但是仍然不建议去 逆势去参与这种反弹 那么市场当中呢 现在的这种风格呢 非常的明显 基本上集中在低位 和低估值的品种当中 那么这些品种呢 处于一个轮动的 一个反弹的过程当中 那建议呢 可以关注一些 像建筑 运输啊 上流通 这些板块的 这种短期的 这种活跃的机会 好 谢谢刘金 刘金关注的一个压力位呢 在3470点一带 他提到的一个板块 建筑啊 跟我们刚才场内嘉宾呢 似乎有点不谋而合 那么在今天的一个上涨 刚才已经说了 有3000多家上涨 800多家是下跌的 那是不是意味着 市场当中机会更多一些呢 我们来听听 我们的姚中元 会如何来解读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一下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和有看头家的讲师 可以更多的一个联系 那接下来 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 阶段模底临近尾声 波段的反弹啊 有望正式开启 那这个时候 怎么样寻找到 能够有大幅上涨机会的 这些板块 这些方向的技巧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来梳理一下 来看今天的第一张PPT 在上周市场当中 我们都知道 市场整体处在一个 低位的模底 弱势正当环境当中 而当时我也是竭尽所能 第一时间 尽量去帮助大家寻找 能够有大幅上涨机会的 这样一个板块 而这个板块的答案 就是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板块 在上周二出现 第一时间异动的时候 当天我就晚上就跟你讲过 这当中机构资金连续介入 并且走势强于大盘 随后在四个交易当中 每天都跟大家去讲 要留意在机构资金 连续介入当中的 走强的航空运输 可以说航空运输板块 在本周是全线的爆发 这两天市场还在低位正当 并且昨天市场 还在一个二次探底 大幅下跌的背景之下 航空运输板块 昨天是零涨两势 全天板块是大涨 将近约6% 一根漂亮的大阳线 而当今天市场 还在低位出现 小幅反弹的时候 航空运输板块 是再次创了一个 阶段性的新高 可以说在短短的 六个交易日之内 航空运输板块 从低点的第一时间 转折到今天 已经是累计涨幅 达到了14% 而相比于市场当中 目前指数 还在低位的盘整 而且不仅航空运输板块 在这两天连续上涨 对应当中的一些案例品种 我在上周 也是跟大家去 强势的挖掘过 当时在右侧这张图当中 就是一个机构资金 连续建仓 走强于市场的 这些趋势品种 我让大家去值得留意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今天和昨天两天 市场当中 昨天盘面当中 是直接触碰到了 涨停板 一根漂亮的大阳线 今天也是再创新高 短短的两个交易日 累计涨幅 达到了10.89% 可以说在这些品种 在市场起来之前 就已经是走出了一波 非常不错的 强势上涨的这样一个波段 就是在资金开始 异动的当初第一时间 帮您所寻找出来的 那在市场当中 这两天 二次探底激进完成的过程当中 还有哪些品种 是在开始逐渐机构资金介入 并且有启动信号的呢 那今天呢 我是在来之前 帮大家再一次梳理了一下 在今天市场即将开启反弹之初 能够有机构资金连续介入 并且从形态走势上 出现逐渐突破的品种 再次帮大家梳理出来 那这份梳理的名单呢 你也今天可以通过 散门屏幕下方二码 来赶紧免费的获取 帮助大家在市场 开启反弹的时候呢 能够第一时间的对应 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 一些核心方向 那在这两天 如果出现反弹过程当中 个股的技术形态的 注意面在哪里呢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上周呢 我们也跟大家去聊过 关注一些机构资金 走势建仓的 这些强势的趋势品种 而到今天呢 我们要开始关注 能够在短期市场当中 在适合拨断的环境之下 有洗盘的这些品种 你可以看到 在图当中 有些品种是在低位 出现明显的注底迹象 标准的头肩底形态 而且这两天 每一天的阳线都放量 每一天的下跌 都出现了缩量 对应下方 注底过程当中 机构资金是连续介入 并且呢 关键是这两天的K线 非常有意思 在昨天下跌的背景之下 今天再次放量 并且是快速修复掉了 昨天的阴线 这也形成了一个 比较明确的 洗盘的羊包阴K线组合 叠加上资金 与目前的技术形态走势 很明显 这些品种 就是在市场调整过后 反弹之初 要去核心寻找到的 能够有资金建仓的 这些洗盘品种 那今天这些品种 你都可以在 给您的资料当中 去一一对应的筛选寻找 那除了航空运输板块 这两天连续上涨之外 后面还有哪些板块 值得留意的呢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本周我们也可以看到 市场当中可以说 金融板块整体表现 还是非常不错的 资金在连续进入过程当中 我们瞄准了像保险板块 可以说保险板块 目前是在收敛三角形的末端 今天出现了一根转折的K线 这根转折的阳线 不仅是把前期下跌 所有阴线已经修复完成 而且北向资金近期 已经买了将近约49亿 机构资金在这当中 今天也净买入了3.3亿 那这个位置当中 极有可能在下跌通道的末端 形成一个突破性走势的 启动信号 那这些品种金融当中 近期一定要去 好好地留意一下了 好的 那今天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元 好 欢迎回来 关于是不是底的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是跟我们的投资者 要好好进行一个交流 那如果抖音上的朋友们认为 这个也是阶段性底部的话呢 可以告诉我 那我们这边呢 有三个选项 一个呢是阶段性底部成立 第二个选项呢是 还需要一个确认的一个过程 第三个选项 毫无疑问 认为说不好 那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揭晓答案 本节目由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为什么股票高抛低息说着容易 做起来那么难 高抛低息啊 咱们股民人人都想做到 但是哪有那么容易 没有好方法 还不是到处吃亏 也是啊 来看看这份高抛低息实战宝典 其实啊讲解的 还真的挺到位呢 你看这里面啊 关于这个高抛低息的 炒股技巧都有讲解的 这不就是我需要的吗 快给我看看 可以啊 你看像我一样 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也能领取一份 高抛低息实战宝典的应用啊 十分的广泛 不管是上涨行情呢 还是震荡行情 都可以运用相关的操作技巧 来把墨买卖的机会 高抛低息实战宝典 容易掌握吗 会不会很难啊 不难 你看都是我们熟悉的 技术指标和配套的 暗议解析指导 真的是一学一懂 那还等什么 我现在马上去领 屏幕前的朋友们 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 扫描下方二维码 领取使用了 到底好不好用呢 你试试就知道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 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连连看 市场还有进一步调整的空间吗 我们来看一条微信平台上网友的留言 前期市场的表现可以理解为筑底阶段 比较常见的弱势震荡走势 这一波反抽指数冲高到十天线 附近是预阻回落 目前关注五天线的得失 从周线的角度来看 如果本周互指继续收音线 则将追凭本轮行情以来 最多的联姻记录 这也无疑意味着 周线级别的拐点临近 考虑到近期盘面较弱 当下的策略先防守再跟随判断 我们也欢迎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分享您对于A股市场的看法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投资者 对于阶段底部是否成立 他们是如何来看的 认为阶段底部已经成立的 是占到34% 也就正好三分之一 认为还需要确认过程的 是达到了55% 还有第三个选项是说不好 有11% 那我们可以看到抖音上的也有好多 是认为需要回踩确认的 或者是认为还需要下探的 像虎啸啊 稀饭啊 都是在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一一说了 此外呢 还有对于我们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是广敏 更高一些啊 再来看一下留言啊 第一位说 近期指数啊 一直受到爆团股的影响 爆团股目前还没有明确止跌的一个迹象 但是持续性下跌应该是告一段落了 所以市场现在是到了拖时间的一个阶段 时间拖的越久 对于短期盘面的一个赚钱效应 越有利啊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一季度是大盘面临的真正大考 它将直接关系到那些高位爆团股里 还在坚守的资金的一个信心 所以短期多关注业绩 对于盘面的一个考验 这是我们投资者的一个观点 我们稍时休息 再来看看今天的数量阳线 包括创业版的一个十字星 到底技术上如何来看待 来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 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今天会把我们在实战当中经常使用的操盘系统 MACD三部买卖法分享大家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马上领取 MACD三部买卖法通过三部来帮助判断买卖点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提高看盘能力 你不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新指标越来越多 但是像MACD这样的经典耐用的传统指标 仍然被大家广泛使用 可见其经得起市场验证 如何利用MACD指标排除部分盘中虚假信号 提高交易的准确性呢 尽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领取MACD三部买卖法 这个方法包括了多年实战操盘的总结 配合着实战里讲解 好不好用呢 现在你就花上几秒钟 立即扫描二维码 拿到方法实际应用一下 事实会给你答案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涨点吧 割不割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峰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峰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今节目 翔老师选策略就上九峰之头 在周三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留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跟随袁建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明日抢先报 欢迎你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上升指数 今天的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是平开 震荡以后出现了一个走高 上午呢曾经把下方的 这个半年线的位置 也跌破过 但很快呢是进行了一个收复 最后呢收了一个数量的 带下引线的一颗中阳线 这颗中阳线 那明天如果是平开的话呢 就会站上时日均线 时日均线呢因为现在是高速下行的 所以明天平开就可以站上时日均线 有望的向着上方更高的六四均线 这个位置进发 六四均线呢是在图上绿色的这根线的位置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目前日线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趋势 月线和周线呢还是一个空头的一个趋势 是可以继续持有的 那么参考的波动期间在3426到3469点 那回过头来讲呢 今天实际上市场在时日均线这位置 有一个怎么说呢 是为而不公 这么一个态势呢 形成了两天的一个运出线的一个组合 其实在这位置 尤其是在半年线的一个上方 形成这样一个组合呢 是有利于往上攻击的 当然这个有利往上攻击 我们刚才说的目标是六四均线 但真正要到达六四均线 靠这点成交量显然是不够的 所以未来我们也得关注什么呢 关注权重白马 所谓抱团品种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数量 他们这个吸收 或者说在这位置抛盘不足 造成了今天能够有一根阳线开出 那接下来哪一天 让我们看看抛盘比较大的一个背景之下 多头能不能顶住 我想这点恐怕更为重要 那么这是上升指数的一个情况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 那创业板呢 今天实际上从K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弱很多 今天呢是高开探底回升 午后呢 它虽然有回升 但明显是弱于主板 基本上是一个横盘的一个走势 重心呢略微有所上涨 最后呢收了一个数量的 比较标准的一颗十字星 这颗呢是阳十字星 明天收盘 如果能够占上2677点的话 那么五日均线呢 将会出现一个助长的拐点 今天呢收盘是在2672点 所以往上呢只要加个五六点就够了 但关键时刻加五六点就够 它有没有这个魄力站上去 我们现在不知道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 月空周空日转空的一个趋势 是应该要谨慎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2648到2697点 那回过头来讲 那今天如果我们排除外围市场的一个因素 把这两根K线 以及前面的这两根K线 放在一块来看的话 那就比较有意思 有意思在哪里呢 这两两两的一个K线 尽管第一组 在这里的第一组 是阴线和阴线的一个运线组合 第二组呢是阴运阳的一个组合 是带了一根小阳线的一个组合 但效应是等价的 是在大跌一段以后出现一个运出线 是蕴含着市场 在这位置空方有这个力竭的一个味道 而多头呢正在慢慢孕育 他们的一个多头的一个力量 要转为上攻的一个阶段 这一点意义是一样的 同时呢我想要注意点是什么呢 前面这个低点和这次第二次的一个低点 仅仅只差四个点 在昨天这么大的一根阴线的一个背景之下 今天空方没有进一步往下打 这代表着什么 这我想是我们应该要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 如果这根阴线在这位置出现 你哪怕后面一天这根阳线也是要低开的 今天没有低开 直接就是高开的 而明天的一个走势呢就更为关键了 如果明天在这位置还能够站住 说明最后的这根阴线 其实就是外强中干 已经到了多头开始反击的一个效果 所以再看一天 我们来看看市场排除外围市场的一个因素 排除消息面的因素 让我们来看看可能更有利息 好了稍时休息 我们再回到场内再来请出两位嘉宾 来聊一聊接下来的一个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近期看到不少股友们抱怨说 股市真的难以捉摸 投几勺的时候买哪只股票都是涨 一旦中仓或者满仓了 投哪只股票都是跌 那么面对这样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今天我们就把平时实战讲解用的 烽火战法分享给大家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来领取吧 烽火战法是一款专门用来捕捉 强势品种买卖点位的交易系统 火炬是进场信号 火堆是加仓信号 简单易懂很好掌握 另外从热度和资金流向方面 帮助大家研探个股趋势 所以还没有领取的朋友 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使用了 大家再也不用因为不懂股票知识 而错过买卖时机 烽火战法长期以来 很设广大股民朋友的欢迎 建议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来领取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把握市场上一些不错的封口机会 在2021年打一个漂亮的翻身战 装修公司套路深 套餐预算总超标 极佳精装承诺 100瓶全无硬装 仅需99800元 包主材 包人工 一架全包 极佳精装 998智能精装套餐 涵盖装修过程中 所有一线品牌建材 并承诺正品保障 假一赔实 包基础施工 包腹材 包主材 五十项省心全包 二 设计师一对一服务 免费盛门良防后 出三套设计方案 供您选择 三 更有具备十年以上经验老法师 亲自带队 极佳精装 特有的56道精工工艺 杜绝墙体开裂 渗漏 发霉 等装修难题 装修节点层次验收 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 现在拨打电话 58882228 58882228 预约免费上门良防 及课想免费设计方案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墙 上海燃气提醒您 请安全使用燃气 使用燃气时 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 发现隐患 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涨点吧 搁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方之头 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 我们先请出缺广敏 来听听广敏 接下来准备怎么操作 来 接下来总体还是维持一个 偏高的仓位 比如六成到七成的持仓 主要的就是现在 从排除法来讲 就是说偏抱团的 肯定现在是不操作 包括强反弹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参与 因为整体累计涨幅 基本上都在100% 甚至200%以上的话 目前调整30% 我觉得还是远远 没有调整到位的 那么与之相反的是 就是说现在一些 尤其是快报 或者说年报 已经披露的上市公司 我看了有一部分 基本上都是在 在30倍以下的有很多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在 尤其是在12月份下跌之后 底部还是刚刚开始 有所起稳 就是说缓步 30度角上攻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批股票 我觉得可能是 后期市场的一个焦点 是这样的 好 谢谢广敏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胜脸了 听听胜脸 进阶段怎么想的 来 我们说最近的基金 就是基金指数 差不多跌了11%左右 其实过年前冲进去了 拿了年终奖 冲进去了 基民 我估计损失还比较大的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 基金这块问题不大 我觉得它的风险的 一个平滑度 其实比股票的 一个风险的平滑度 其实好得多 我觉得其实 不管这个市场涨也好 跌也好 如果说我们回到 三年以前 2018年的时候 这个时间点 很难熬 很纠结 其实回过头来去看 三年以后 现在这个当下 再和那个时候对比的话 其实收益率还是蛮高 所以说如果说 再往后面看 如果说把时间周期拉长 两年三年来看的话 有可能调下去 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情 我觉得对基金也好 或者说 特别是定投 我觉得对 谢谢大家 唉呀 你看我这眼神 小心手 够 回来了 哎 哎 两杯子怎么还没挂呢